全家超商台南永康永华电网信店员 建议老翁竟也要购买大多年轻人才买的游戏点数 还一次要买两万元 马上私下报警 永康分局远景到场了解 才知老人以为买点数就有美少女可远交 经详细说明老人家才打消念头 警方今天表扬超商店员及警驻警犯诈骗 是店员凯模 位在永康区永大陆二段的全家超商王信店员 日前见一老人进店后表情怪异 说要买游戏点数但讲话知之无无 因老人买点数罕见且大量买 很可能被诈骗立即报警 永康分局永康派出所警员黄红星张红一到场一看 就知是常见的假元交侦扎才犯罪手法 只是较少老人家上当 庄性老翁听完远景说明庆幸没损失两万元 远景说被害人庄性老翁因最近才接触智慧型手机 开始学习透过通讯软体与家人联系 日前在通讯软体认识一陌生女子 女子向庄性老翁暗示好朋友可以圆交 庄性老翁以为竟有这么好康的事才会上当 永康分局表示刚开始因老翁不好意思说清楚 一直之无其词 远景还耐心为婉解释各种诈骗手法 最终突破新房才得知是在通讯软体认识女子被假元交侦扎才 永康派出所长留长致代表分局致全家超商永康永华 电颁发感谢状警察公载纪念品以表现意永康分局呼吁民众留 一只要网友相约见面前要求操作自动提款机就是诈骗 庄性老翁与网友美少女聊天女方撑腰圆交老翁以为撈到好康 到超商要买游戏点数图永康分局提供分享 全家超商网信电源机警驻警防止老人被骗警方颁奖 感谢图永康分局提供分享 cowork人的网уш Ohhh Craina